爱因缩号 请进佛法通斩发细生命电影时 与您一同开穿光明自在的人生 接下来请收看五体系列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能够一起学习发菩提心 渐渐的我们从发菩提心经论 也可以了解 从一开始能够发菩提心 然后落实在六度波罗蜜 从实际的善行 清静行来提升我们的心的品质 从这些的过程 也要能够了解我们种种的善行 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归到我们的心 不执着能够了解心的本质 那这样子呢 也就是透过种种的修行 历练来修心 所以从上个单元 如十品 第十品 发菩提心经论的第十品内容 我们了解从发菩提心的过程 六度波罗蜜 种种的善行 是开发了我们的智慧 六度波罗蜜最后的智慧波罗蜜 也能够真正起作用来引导六度 然后再进一步的从布施 持戒 忍辱 精静 禅定 也都能够回归到修心 能够依照智慧的引导 这样子我们也了解到六度 是以剥落为引导的道理 如十品里面也告诉我们 实际上真正的发菩提心 修种种的善行 实际上就是要了解我们心的实相 诸法的实相 能够了解心 我们也能够了解诸法 就是一切的现象 在所有的对应里面 种种的一切缘 都能够训练我们智慧的观察 在这样的过程 我们更了解到 学佛 修行 发菩提心 都是要鼓励我们积极的做事 积极的行善 如果没有做事 没有从善的考量来历练自己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心的状况 所以越有磨练 我们的心才会更有力量 这样子的学习 应该是提升了我们 真正的生命的能量 我们生命的力量 在这样的过程 我们有正确的观念 这个是很重要的 有正确的观念 我们的能力还不到 我们所遇到的处境 有种种的这一些的考验 我们才会有一个依据 我们有一个依准 我们就在各种的考验里面 至少能够调整而不退转 在过程里面 我们要去忍耐 过程里面我们要去修改自己 还要提升自己 所以磨练是很宝贵的经验 看到释迦摩尼佛过去世 也是种种的修行 都是很多种磨难 也是要有这一些的历练 那正确的观念是最重要的 正确的观念 也就是从种种的行为 真正的实践 那我们的心 有在观察的时候 我们就会点点滴滴 就存在我们心里面的 最重要的资料库 那这样的时候 我们每一次的学习就能够累积起来 然后到下一次 我们因为有用到我们的心 是用真心在学习 那这样的时候呢 在下一次我们的这个资料库啊 它又能够启动 又能够再继续累积 每一次的善行 每一次的正确的观念 它就会把它汇合起来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叫做汇 在赞叹佛 我们都说 福慧两足尊 就表示 福是所有的善行 那很重要 因为我们有善行才有善缘 那慧也更重要 因为有慧才可以把我们修的福 修的善 能够把它导向正确的方向 这个方向就是要去成就 无上正能正觉 所以有智慧才能够善用我们的福报 那有智慧是要在我们的福报善行里面 会归到修心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搭配 我们说要福慧双修 所以在如实品里面 也正好就是呈现了这样子的一个内涵 虽然在文字里面 它是强调我们要求种种的善行 然后无所得 这样才能够呈现智慧 那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实际上也就是告诉我们 修福还要再修慧 然后修慧还要再引导 我们去修更多的福 那这样子我们就 在一个比较抽象的这个道理里面 我们就能够了解里面 可以跟我们有一种比较能够触到 能够了解的这样的一个层面 那这个单元我们就要进入发菩提心 精润里面的新的一品 叫做空无相品 在第十品的如实品里面 已经谈到了 我们在修各种的善行 要无所得 然后去了解心是空无相 所以这个部分呢 已经是告诉我们 要回归到心的本质是空无相 那在第十一品里面呢 就着重这个主题 然后要来让我们了解 是能够达到 真正的体会到心的本质的状态 那从一理的解释以后 又能够以释迦摩尼佛 过去的修行来做例子 所以在空无相品 第十一品里面呢 虽然谈到了空无相 这样子的一个高深的道理 不过呢 又配合有佛修行 真正能够正到佛的境界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有实力来让我们了解 所以在这个内容呢 一开始就提到佛在说法 告诉弟子们 一切诸法 它的本质呢 是空无相 所以这个部分呢 异理的成分比较深一点 不过我们就是用一个比较简洁的方式 扼要的这个内容 来让大家就是比较容易领会 那对于这个空的这个异理 我们就不多做发挥 主要的是掌握整个发菩提心经论里面的一个 整个的各品各品的意义 它的连结性 它所代表的一个意义在哪里 那我们看经文 一开始 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佛陀说法 要让弟子们知道 诸法的本性 本质 所以就提到 往昔一时 佛在迦兰陀逐灵 与诸大众 无量集会 这个是佛陀说 就是说诸法的空无相的这个时间地点 所以讲到往昔一时 因为佛陀说法的时间 那我们就没有记载说 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啊 都是用一时 也就是佛说这个法的那个时候 那这个也是欧难尊者 他在佛要陆灭之前 寝视佛 就是他要转述佛所说的 这些说法内容的时候 应该要标明的几个重点 那其中一个就是佛说法 就是用一时 那佛说法是欧难听闻以后转述的 所以又有一个如是我闻 那在这里因为是经论 所以不是直接转入这个佛讲的时候 欧难来转述的 所以就没有如是我闻这样的四个字 因为那个是直接的经文 那由欧难来转述的 那才要加 那在这里是经论是四清菩萨呢 他所记录的 所以他直接就说在过去啊 佛有一个说法的时候 那当时呢佛说法的地点 是在迦南陀竹林 也就是佛的时候呢 常常说法的地方啊 那当时的听众呢 就有诸大众无量集会 所以这边也只是做一个简要的说明而已 就没有像一般的经典还会举例说 有大比丘是谁啊 或是也有大菩萨啊 哪几位啊 或者是乃至有比丘尼啊 还有在家的居士 幽博社 幽婆仪啊 这种等等的这一些听众 那在这里就是简要 因为是四清菩萨整理的经论嘛 所以主要的是要讲他的内容 所以就没有很仔细的 把当时有什么的听众列出来 所以下面就谈到佛陀说法 就是耳时世尊 班宣正法 告诸大众 如来所说诸法 无性空无所有 一切世间所难信解 那这一段呢 主要的就是要提出来 佛这一次的说法的重点 也就是佛要说正法 那班宣呢就是要能够宣讲正法 通常我们来谈佛法都是说正法 那这个正呢 当然以我们一般的意思说是正确 那最主要的正是指的是能够如实呈现诸法的真实状态 所以叫做正 就不偏不倚叫做正 那这个正主要是因为能够确实诸法的状态 也就是诸法是无常啊 那诸法呢本身是会灭的 那诸法的状态还有各种诸法的因缘 所以这个呢就是能够去从诸法 就是所有的现象 所有存在的状况啊都叫做诸法 我们的身体也是诸法 我们的心也是诸法 种种的念头也都是诸法 我们起一个恶念 起一个善念 这些都是叫做诸法 那佛可以看到这些诸法的真实的状态 这个时候就叫做诸法 所以当时佛就先讲说法的重点 就是告诉大众说 如来所说的诸法呢 无性空无所有 这里是说所说的诸法是无性空无所有 我们断句的时候应该是指着说 虽然佛陀说了很多的法 这些佛法是来针对众生的问题的 要让众生知道我们所在这个世间承受的各种法 就是所有的现象啊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 那佛所说的是针对这些诸法而说的 各种的现象而说的 那这些法呢 它的本质是无 它是本身呢 是没有实际的 就是没有存在的一个实质的 那它的本性是空的 所以无所有 那这个就很奇怪 因为佛说这么多法啊 还有众生也有很多的现象啊 那这些为什么是无呢 是信空啊 无所有啊 那是一切世间所难信解 佛就先告诉听众 今天佛要说的这个主题呢 就是要来阐述让我们知道 诸法为什么是无 是信空 是无所有 那即使佛也说这么多法 也要众生没有执着说佛有所说法 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 是众生很难去理解到的了 因为我们就是要去听法啊 那听了法我们才能改啊 然后我们要改的这些的习性 我们也以为是实有啊 所以一切都是有啊 那今天佛要说的法 要告诉众生说 诸法是无 是信空 是无所有 那是很难了解的 所以佛也先告诉我们说 这个内容是很难信解的 那佛接着说何以故 为什么 那就是要告诉我们说 那就是要告诉我们说 为什么诸法是无 是信空无所有 那所以下面呢 佛就从几个层面来告诉我们 主要的先告诉我们 从我们众生所执着 以为实有的五蕴来告诉我们 因为五蕴就是诸法的集合 所以下面就是我们来先看一段 这一段就是指着五蕴先从色来谈 就说色无负无解 受想形式无负无解 然后又从五蕴的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色无相离诸相 受想形式无相离诸相 在第三个层次说 色无念离诸念 受想形式无念离诸念 乃至 颜色耳生鼻香 蛇味深处 异法异父如是 那这里呢就是从五蕴到十二路 就是我们众生凡夫所看到的 这种现象界的存在的状况 那佛要告诉我们说 诸法是无是信空无所有 就先从我们众生所执着以为实有的 这些的诸法来谈 那这些诸法呢 也就是第一个就是物质性的色 那这个色呢 跟受想形式称为五蕴 也就是我们有物质性的以外 还有精神性的心法 就是我们会有感受 就是触受 就是触受 我们触觉而产生的受 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然后感受之后 我们又会有想 就是加以分别啊 加以去异想啊 对我们这个感受呢 加以这些种种的分别异想 然后呢 我们就有行 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心 会有一个决定性 对于我们接受的这个受呢 经过分别以后 我们要采取什么样子的一个对应 我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去 去追求它呢 还是要排斥它呢 这个就是行 然后就是认识作用 就是我们自己主观的 对于我们这样的决定性以后 我们就变成一个对外境的一个认识 那我们一个人来说的话 我们的色身就是我们的色 因为在佛法里面 用色来表示一切的物质 它是广义的 就是有颜色的我们才看得到 那这些是色 那广义的也就是 包括我们的眼睛所看得到的颜色的色之外 还有耳朵听到的声音有声波的 它也是物质 还有鼻子可以闻到的气味也是物质 然后我们口舌头尝到的这一些食物啊 这些味道啊 它也是物质 然后我们身体所触到的一切的 让我们有感受的 这一些也是物质性的 像我们感受到风啊 它也是有这些气体啊 才会有风啊 还有温度啊湿度啊 还有我们能够触到我们身上穿的衣服啊 做的椅子啊 那这一些的对象也是有物质的 然后就是我们能够 我们眼耳鼻舌身 意的六根也是物质的 所以总共有十一种 就叫做色是广义的 广义的色 就是所有我们六根跟前五根眼耳鼻舌身所对的对境 都是有物质的 这个是色 那在五蕴里面 就谈到物质性的 是无负无解 也就是说诸法是空 是性 空 是无 是无所有啊 它是怎么样看待呢 也就是所有的一切物质啊 它本身都是无负无解 就是没有会约束我们 会绑住我们 所以没有绑我们 所以也没有解开 所以就让我们知道说 实质所有的物质啊 它就是物质在那里啊 我们跟它没有互相的绝对关系啊 所以物质没有绑我们啊 也不需要解脱啊 所以这样子来看呢 就是说一切万物其实相安无事啊 那只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主观 我们看到对象 我们很喜欢 所以我们呢 要去追求 要去获得 那如果我们不喜欢 我们就想要排斥排除 所以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被我们的贪质 或者是称恨就绑住了 所以因为被绑住 所以我们才讲说要解脱啊 那如果我们解脱了以后 欸我们很自在 所有的一切万物也很自在啊 那这样的时候怎么会有负跟结呢 我们了解了五蕴 也就是诸法的浓缩 的五项 重要的代表 就是物质性 还有我们主观的 心理的作用 从我们对外境的感受开始 然后从感受 又有种种的分别意想 在有心理的决定的意志性的行动 再加以我们的认识啊 都是从诸法 就是一切的现象 来把它分类 那这一些都是本质是自在的 没有绑住什么人 所以没有绑住 也没有解脱 那这样子的一个存在的本质 是如实呈现的啦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烦恼啊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好像 有被什么东西牵引住啊 那这些都是我们主观的 对我们物质性的 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心理的念头啊 起了分别 起了执着 那执着是包括说 是喜欢的也是一种执着 不喜欢的也是一种执着 那这些就是贪求 就是一个执着性啊 所以针对我们有执着 所以来谈说要去除这个执着 所以才谈 从执着的这一面 谈另外一面是解脱 那本来这一些物质啊 这些存在的现象啊 都是自在的 那只是因为我们主动的主观的去 去贪求 所以因为这个贪求 所以造成我们的被绑住 而产生种种的烦恼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呢 那佛就要谈诸法 本质是没有 他是信空 是无所有的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第一个例子 我们就可以了解 用五蕴来包括一切出法 本身呢 是没有约束 也没有解脱的 他本身都是自在 所以从这个 一个道理啊 如果我们落实来 呈现在我们世间啊 那就是 一切的 众生的烦恼 都是因为 有贪质而起的 我们就举一个 最简单的 我们想要吃东西 那这个东西 本来也不属于我们嘛 那我们想去吃 我们有一个这个贪念 那我们就被这个东西呢 所约束了 所以我们的心 因为有这样的贪质 而起烦恼 那如果我们的心 没有这样的贪质的话 那就没有这种 约束 没有被保 那包括一切的动物啊 一切的这一些 我们所吃的这一些啊 他也是有生命 他也是都是自在的 那是因为人想要去吃 所以呢 就把这些动物 都是当做我们人的 吃的对象 那这样子 人也在这个中间追求 贪求里面啊 就起烦恼了 所以这样子的观念呢 就是要恢复每一个存在的一个独立性 那都是要尊重的 所以每一个存在的都是 他有他存在的一个独立的尊重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才会把我们所有每一件东西 对我们的 约束 也就是我们心里的贪质的 这样的根源找出来 那找出来以后 我们心里 没有这种贪质 那一切都自在了 所以就也没有绑的 也没有需要解脱的 是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情况 那第二个呢 就是从色无相离珠相 那受想形式也是无相离珠相来谈 也就是相 就是一切的特征 色每一个物质都有一个它的本质的特征 那这你讲的 就是因为讲到本性的一种实质 就是没有任何的差别相 因为所有的存在 它的本性都是空的 那这样空的话呢 没有差别相 所以说无相就是没有差别的 的这种差异性的性质存在 所以用第二个没有差别性 第一个是没有束缚 所以没有解脱 那第二个既然没有差别 没有这些的分别相 所以呢 也不需要去离相 所以这里又在打破我们的分别 这样子的一个对待法 那第三种呢 又说五蕴 是无念 所以离珠念 也就是所有的存在 不管我们的物质性 还有我们的这个精神的主观的受想形式啊 也是无念 也就是我们本身是没有需要去对这一些存在的现象呢 在加以这种认识 一种观察 不需要 那所以就离珠念 也就是我们的念头种种啦 那这些念头种种呢 是等于是我们在射受想形式的这种运作里面啊 我们好像有一些痕迹作用 像我们做着的话 那我们心里突然就起一个念头 那这个念头呢 是过去的 我们对外境曾经产生的一些观察啦 或者是情绪也好 那我们又把这个念头或者是情绪当作真实的 然后我们又在里面呢 又回复当时的这些静啊 那又有种种的这一些的感受啊感慨啊 又发起来了 那所以这样子呢 也是我们自己执着 这个念是石油 那所以在这里呢 又用另外一个层面 告诉我们说 受受想形式这五蕴啊 它也是无念 也就是这些念头 我们认识了以后 之后再产生的 这样子的一个痕迹呢 也没有实质性 所以从这三个层面来谈呢 就是把我们存在的现象 跟每一个人存在的现象 或者是乃至一切动物 一切众生所存在的现象 都用色受想形式来包裹了 这就是诸法 那诸法本身呢 它是自在的 诸法的本身 每一个只要我们不去执着的话 每一个都是自在的 每一个存在都是自在的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观察的话 那我们对于我们的身体 我们也从实质来看待 我们这个身体也是 没有束缚了 所以也不需要解脱 那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的差别 我们只要不去起任何的这种差别 想说啊它好我坏 或者是它高我低 那它也是平等自在的 然后第三个就是无念 就是我们对于我们所有的 这一些的色受想形式啊 我们自己有一个过去的 什么样的认识的念头起来啊 那我们也可以如实去看到它 这个念也是没有实质性的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一切都是恢复自然 一切都是很自在的 就心里不会再去打任何的妄想啊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佛要告诉我们说 空无相的时候呢 用五蕴来做代表 那这五蕴呢 也已经包括了一切诸法 就是简单就是色物质跟心两样 那只是在五蕴里面 把心的作用又划分为受想情式 这样的一个四个层次来谈 那下面呢 又把我们的五蕴呢 又把它分为 就是六根跟六成 就是在用我们的身体的器官 跟它能够接受的对象 就是眼对色 然后耳对声 鼻子对香 就是味道 那舌头 就是对味 就是我们吃的味道 那鼻子的那个香呢 是香气 那舌头所对的是食物的味道 那身体是对到触觉 意也就是意根 就是我们能够思考的 这个意根呢 它所对的对象是法 这个时候的法呢 就是指着我们心里呈现的这一些对象 就是我的心可以去去观想一个我们曾经看过的影像啊 或是我的心可以去回忆我听过的声音啊 那或是我的心可以去思考啊 那这些就是称作法 所以在这十二项里面啊 我们刚刚谈的就是色的部分 就是前面的十一项 就是眼色耳生鼻香蛇胃生畜跟意 就是六根跟前五根所对的五成 这些是色 那法呢 就是属于受想形式 就是心的部分 所以这十二项就称作十二路 那在这边呢 说亦复如是啊 也就是把五蕴来划分成十二项 那有的呢 就是再把十二路呢 再把它 就是多一项就是十八戒 就是我们说这个结界的界啊 还有我们这个整个的范围的意思啊 那这个时候就是加上六根 会产生六种认识作用 就叫做六式 那这里呢 就没有划分十八戒呢 就用法 就是我们的一根所对的对象 是我们内在的 新呈现的这些的状况 那基本上应该是包括 就是整个的六式 所以没有划分的时候就是十二路 那总划起来又是以五蕴 那也是如此 也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色 划分成眼耳鼻舌身意啊六根啊 或者是我们眼耳鼻舌身五根所对的色身相畏 这些处啊这五层啊就是色法也都是如此 那我们的意念所产生的 包括我们的受想形式啊 也都是一样无腹无解啊 也没有相 所以也不需要离诸相 那也没有念 所以呢也就离诸念 也都是一样自在 所以我们的眼睛啊 我们看到对象 能看的跟所看的 本身都是自在啊 那所以从这样的一个体会啊 我们就要想说为什么不自在啊 因为我们看到外界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开始起贪念啊 所以因为我们有贪 所以我们就会急着想要去追求 所以心不自在 然后再加上我们追求不到 得不到 那我们心就生起烦恼 恐慌啊 就觉得有所思啦 那也是不自在 所以呢 从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实际上也就好像是 告诉我们一个境界 那这个境界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为什么没有这样自在的境界啊 所以我们就要去修啊 那能够了解的话 我们就直接会看到说 我们就是有一个贪的那个 操作在那里 让我们被负了 所以我们要求解脱 所以我们的心有产生 对外在产生差别 这一些的分别想 所以呢 我们要离开这些想 那如果我们的心 是一个自在的 外境是外境 那我们是我啊 那这样的时候呢 那这样的时候呢 他就是可以了解 无父无解 那无相 所以离诸相 那无念离诸念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呢 他是符合空跟无相 那下面佛解说诸法 是无 是信空 是无所有 就在加以说明 这样子的一种解脱自在的时候啊 他就是无取无舍 无构 无尽 无去 无来 无相 无背 无暗 无明 无痴 无会 非此暗 非彼暗 非中流 是明无父 无父故空 空明 无相 无相亦空 是明为空 所以这里呢 也 让我们了解 从一种自在 真正看到诸法的本质的时候啊 他就完全没有对待了 所以 不只是 没有被束缚 或者是要解脱 这样的对待 而且呢 他是没有取也没有舍 所以 这个取就是我们有贪值嘛 所以我们说十二因缘里面 有取 有爱 有取 就有有 所以说 因为我们对外境的取的爱值 贪爱 所以我们想要去取得 就有取了 那取的时候就有有的有 就是我们因为有造这样的业 那就会有再有 要轮回再有 在这个世间的一个有 就是存在 就是会再生 就会有再来这样的一世 这样子的一种轮回不息的状况 所以在这里就没有取 那相对的就是也不需要舍啊 就是因为我们有要去执着什么 所以我们才要说放下这个执着啦 那所以 这样子的对下性也没有了 那另外呢 也没有够 也没有尽 也就是我们的心 所以你如果能够看到一切诸法都是自在的 那我们看了 也没有起贪质的心 所以也没有染污啊 没有起贪身痴啊 所以没有染污 所以没有染污的话 就不需要再说一个净 所以这个是 针对有染污才说清净的相对法 也被打破了 那对于我们觉得说 有个东西是来 所以我们才有说去 那如果我们看到每一个物质本身啊 他其实是没有动态的 没一样 他就是一个因缘在呈现 他的法的真实的状况啊 所以没有来跟去啊 所以我们称佛是如来啊 他也是就是无来无去这样的意思 就是呈现诸法嘛 他在每一个动态里面 其实都是每一个刹那的时间 就是实际的状况 所以没有来去的差别 那也没有方向 就是我们是朝向菩提啦 或者是背着菩提啦 因为我们已经在这个法的真实相里面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没有这样子去向或者是违背 这样子的差别 那也没有暗或者是明 那因为就从来没有被覆盖遮障过啊 所以他就是呈现我们的心 诸法他的真实状况啊 所以也打破了暗跟无明的差别相 那也没有痴跟会 那这样子的一种对待 也就是我们是无明啊 不了解诸法的真相啊 所以要谈说我们有智慧才能看到诸法真相啊 那在这样的一个境界里面啊 实际上当然我们说的相对法里面啊 他一定是在一个善法的上面 打破这样子的对待的 那所以跟我们前面所说的说 我们要讲没有执着 实际上是我们也要从我们的不好的习性 恶而行善 然后行诸善以后再讲没有执着 所以在这边讲的没有对待 没有差别的时候啊 基本上他也是要先达到说 我们已经到了能够舍 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取跟舍的差别 那就放下这个对舍的执着 那讲说没有懒污 没有亲近的时候也是要达到说 我们已经真的没有这些的贪生之烦恼啊 那我们已经达到这种亲近了 可是又在没有对待性 因为在这样子的过程啊 他是恢复他的本质 那在这样的过程实际上 他一定是有他的一个继续要去行善行 度化众生这样的一个实质内涵啊 来谈说没有够没有近 不然的话佛菩萨度化众生啊 他又要到这个世间来啊 那这个世间是懒污的啊 那他会觉得很痛苦啊 那佛 佛菩萨到了这个世间 他如果以为这世间是懒污的 那他会觉得很痛苦啊 所以他要在这个淤泥之中 还要生莲花啊 所以是无垢无尽啊 那佛到了世间 他不会觉得说有来啊 或者是有去啊 他每一到的地方他都是五如来 所以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以后 就是看到了诸法的本质了 有一个善的基础 有一个清净的基础之后 再来说没有对待 所以我们这样了解的话呢 就不是说我们现在还在凡夫的境界啊 我们就说那没差别啊 有修行跟没修行也没差别啊 那这样就不行 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还有夜宝啊 我们还有种种的这些的烦恼不清楚啊 所以我们要先正到 我们是有道清净的那一边的时候 我们才来够说啊 众生在苦 众生在懒污的时候 我们还要能够去救济 去能够动化的时候 我们愿意进入那个苦的状态 那那个时候才能说是没有差别 所以这样子了解呢 我们也能够了解说 这边说非此案非彼案 非中流 那这样的时候 那这样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先要解脱了 那解脱了才会发现说 本来也没有人绑我们啊 是我们自己的贪念绑自己啊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状态的时候 哪里有此案跟彼案啊 我们当下在哪里 哪里就是自在 哪里就是解脱啊 所以没有这里也没有那里 没有此案跟彼案 所以也没有中流 也没有中间啊 那所以这样的时候呢 就打破了这样的一个 以为说我们在世间是烦恼的此案啊 然后到了就是智慧啊 解脱才是彼案啊 那这个时候是已经超越了 所以没有对待 那这样的时候就是无负 没有真正的束缚 没有这样的烦恼的束缚 那因为能够没有束缚 所以才叫做空 所以这样的空是 是已经是绝对的善以后 能够了解诸法真相 那真正的自在 所以空而无相 那这样的时候呢 无相又叫做空 所以这三个呢是一体的 就是能够了解诸法的实相是空 所以是无相 所以这样子的了解是从无负来 就是没有对待性 那我们从这样的学习呢 我们还是能够落实我们的善行 是在我们这个阶段应该做的 只是心也要往这样的方向来提升 那我们最后还是把我们学习的功德 来做回向 愿以此功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认识生命电视台生命基金会 生命电视台 两个节目制作中心 宜兰高雄 台湾生命电视台 是慈悲置业法务整合的大平台 自2004年元月开播以来 获得各方大德信众的热烈回响 至今即将建满20年 目前播出的节目有 善知识法语 长老法语 大乘讲座 生命讲座 红法行脚 福提系列 福祀巡礼 速食推广 佛心花海 以及佛教卡通 等各式的红法教化节目 2020年 有鉴于现代人 每日使用手机的时间 高达6到8小时 许多人一天中 有超过四风之一的时间 都被手机占据 收播习惯 由电视转为手机 平板 为了因应这样 人手一击的 崭新收播 乐听习惯 生命电视台播放平台 专为网路播放 手机 随时可以接受 佛法的讯息和引导 但全省 MOD 以及部分 第四台 仍可观看 配合老菩萨 看电视 大营面的习惯 生命电视台 成立至今 即将建满 二十周年 陪伴广大信众 共同学习佛法 期盼诸位护法大德 激世菩萨们 抱着羞耻的长远心 不退转心 继续和生命电视台 一起携手 将弘扬佛法的使命 传承下去 新逢农历七月 报恩吉祥月 观世音菩萨 书胜功德日 高雄生命书方 献上 恭送父母恩仲南报经 护生即慈悲诗时 下午 恭送地藏经 即蒙山诗时 恭请战山法师祖法 日期8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9点 地点 高雄生命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 中山二路 472号7楼 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072212323 直播平台 演书搜寻 生命书方 高雄 法会备有消灾超见 欢迎提早书写寄来 并请书写 大牌大德 无数收看直播 地藏菩萨书神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 成一亿被 生命殿是 云林观音讲堂 举办三十系列 即慈悲诗时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日期8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9点开始 地点 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 胡伟镇 新南里 逐围六十之三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 056331565 056331565 尽情与惠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 备有接驳车 疯独占 四十六 四十七号 八九 三十八 九条 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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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日天 又称日天子 宝义天子 宝光天子等名 日天原是印度神话传说中的太阳神 佛教说他是观音菩萨的化身 他坐在太阳中 太阳里有他的宫殿 称为日宫 他在一年之中 循环于须离山中复 遍照四天下及四大洲的摆昼 他与守护黑夜的月天对应 也由四天王管辖 10.月天 月天又称月宫天子 原是古印度崇拜的月神 佛经说他是大势智菩萨的化身 大势智亦为宝吉祥 月天既为大势智菩萨化身 所以又得名宝吉祥天 月天住在月宫中 他的身边也有许多美丽的天女佩侍 据说他有五百岁的寿命 关于月天的形象 印度和中国所传各不相同 他在印度为男性形象 佛教传入中国后 由于中国文化中也有月神崇拜 而中国的月神又被阴阳学视为阴性 这样印度的月神 受中国月神信仰的影响 也女性化 并且还吸收了中国月神的形象特征 他的形象通常为 美报后非装束 偷冠中坎满月 月中献兔行 十一 金刚秘籍历世 金刚秘籍历世 以知晓如来一切秘密时机而得名 经《光明经》记载 他是大鬼神王 与五百叶叉 缘都是大菩萨 为护持众生 保护佛法 他们才屈尊做了佛教的护法神 他行动十分敏捷 在佛教护法神中 以节己著称 他常侍卫在佛陀身边 得到佛陀信任 佛陀常把一切秘密要事 委托于他 佛寺常把他供奉于寺院三门殿内 其形象较为特殊 一般为红色脸堂 怒气冲天 全身肌肉骨胀 静剑刚强 明代以前佛寺都只供一尊密集金刚 明代风神演义问世后 书中虚构的亨哈二将 取代了密集金刚 12.摩西手罗天 摩西手罗天又名大自在天 是印度教重奉的主神 佛教收入摩西手罗天后 把他奉为实地菩萨 故他的朔相也为菩萨形象 头戴宝冠 身着菩萨装 骑白牛 八臂三目 手持福子 灵楚 居齿 地下常略去白牛 大自在天主要为密宗宠奉 密教把他视为大日如来的化身 他的诸种形象 也主要出现于密宗寺院里 13.散之大将 又称密神 他原是印度佛罗门教中的夜叉神 为北方 皮沙门天手下八大神将之一 他同名二十八部天众 经常寻醒时间 赏善罢恶 有人说他是鬼子母的二儿子 但多数认为他是鬼子母的丈夫 他的形象为金刚模样 面为红色 满脸雾气 手持香火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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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